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一首《Morse Modra》就是在各代网络视频网站上很火的骑马变装的背景音乐 很多人认为这首歌的作者是来自国外 其实不然 它是来自中国吉林的少年金大志 他从小就自学乐理智识 这位音乐天赋极高的小伙也得到了韩红老师的赞赏 其创作的音乐狂野中不识优雅 动感中不识柔和 做到了很好的融合 让不少网友都大声感叹 这就是别人家的孩子吗 大家一定听过这首 《Remember Our Summer》 特别是小提琴和钢琴的合奏版本 深受大家的喜爱 这首动感搭配古典的电影佳作 在油管播放量超过了200多万次 更使让人想不到的是 这首极具欧美风的电影BGM 竟然是出自我们中国音乐人之首 作为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 因为热爱音乐 致力于让华人音乐在欧美也发出声音 不仅仅在国外很受欢迎 在国内的电影榜上 也罢榜首位几个月之久 很多人误认为这首《白话术》是俄罗斯的名歌 因为旋律风格很像前苏联的歌曲 虽然说题材是取自国外 但确实是中国人朴树创作的 这首歌曲在中国少有人听 但是在国外却有着不少粉丝 还被老外争相翻唱 朴树低沉充满私信的嗓音 让不少网友都听到了歌曲里的故事 引起了深深的功名 下个字飞翔 带话说刻着那两个名字 他能发誓向爱人 就这一生 路云参战 护手到了家乡 想活着那几桥 担负的脚 先说你不要为我用心的仇 好了 今天的快乐就分享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